气象局表示已经在下午两点增强为台湾 今年第十四号台风墨兰地 那目前是朝西北西方的方向前进 由于太平洋高压增强对台湾威胁高 那么气象局表示 墨兰地预计将以中台左右强度接近台湾 下周三四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刻 那么依照目前的路径浅示预报 直播台湾的几率高 但未来仍有变数 台风的路径还是有可能往南修的几率 那么青台墨兰地下午两点中心位置 是在俄兰比的东南方 约2100公里左右 那么是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西前进 朝台湾东部的海面移动 预计下周二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 开始影响台湾 那么由于下周四刚好是中秋节 台风可能在中秋假期影响台湾 但是路径还是会依据新资料持续修订